10月31日下午1點半左右 山東濟南法輪功學員王鳳強 在流離失所中被迫害離世 年僅48歲 明媒網報導 王鳳強1973年出生於山東招遠 曾就職於山東省濟南法電設備廠 1996年 王鳳強自修煉法輪功以後 用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 原單位同事是這樣評價他 謙虛、隨和、工作敬敬業業 在個人利益上不計得失 是單位供應的好人 然而自1999年 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實行經濟上截斷 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 王鳳強就職的單位 緊隨中共的迫害 找他談話 做所謂的思想工作 但是並沒有達到目的 又將他長期非法官禁閉 強行送洗腦班 巨眼罰款 見他還不屈服 就解除他所有的職務 對這個從農村考出來的大學生來說 無疑是一次艱難的人生考驗 但是王鳳強沒有放棄自己對真理的信念 從此 王鳳強長期遭到濟南招遠610人員的迫害 在他人生中最美好、最有價值的年華 26歲開始就被剝奪了所有的權利 甚至養家糊口的權利 22年來 伴隨他的是無憂子的綁架抄家 酷刑折磨和強制轉化 長期顛佩流離、居無定所的生活 被王鳳強的身體造成極大的傷害 惡人的釘衣、自己綁架 使王鳳強無法照顧一下連邁多病的父母 忠誠遺憾 以下 固定是充滿的 trying 固定是充滿的 第十三 人才的 主要是充滿的 whom 適合 凌固定是充滿的 人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